0918地震过后完成农田、农起、滩县、附建工程 以及完成松浦地区53公顷农地整平的工程 目前的工程执行进度已经来到95% 接下来将要进行灌溉沟的修复 200公顷的松浦地区农田在111年0918大地震时 造成了53公顷农田土地农起 影响了农民第一期到坐无法跟坐 经过多方的协调及努力之下 农田水利署跨联管理处积极投入灾后附建工程 协助农民将农起的农田进行整平作业 至目前112年3月施工进度已达到95%的施工目标 目前的执行进度已经到达95%以上 几乎一次差不多全部已经完工 在完工之后本处也随即再投入整个进入的一个附建工程 进入的修复长度大约有3700公尺 也是一样分为四个标案来执行 期望能够说有同步执行的一个效果 能够在5月底6月初能够全部完工 让今年度的二期到坐能够顺利进行 53公顷的农地龙起分为四大工区 进行土地整平修三工程 而在一旁的区域大排水沟 农民担心二期到坐耕作时 供购水路施工是否无法持续供水 农水署华联管理处表示 水利署仍然会使用现有的PPC管 持续供水至区大排水沟修散完成之后 区域的一个附建工程还没有完成之前 那一样可以经由我们的管路的一个抢通 持续供给灌溉用水 那一直到整个区域的一个工程结束以后 那再恢复以往的一个正常的灌溉沟渠的供水 目前正在进行最后3700公尺的水准 灾后附建工程 并预计将在6月可以将所有灾后附建工程陆续完工 记者淋结花灵室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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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